中文字幕——YK 一家恩怨的硝烟出手救下了她 也因此与黄泉阁翘楚王臣结怨 纳兰燕燃这才发现 救了自己的人竟是硝烟 一厢重逢的两人 百感交集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们的脸 硝 硝烟 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 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口气还真不小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啊 实力不错啊 你叫硝烟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硝烟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狐 此灵舞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 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狐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寿人之托搬个盟 白狐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寿人之托 终人之事 我王辰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辰 黄泉哥的王辰 萧嫣 要不将白狐给他吧 传闻着王辰 生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动黄巅峰 放心 好 有魄力 不过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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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杀 你 你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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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王辰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你我正好压制她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英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嗯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 你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鱼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熟 嗯 那走吧 快到弥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著名 世荆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世荆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族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世荆蜀族占据其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世荆蜀族占据着地利 看来世荆蜀族 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 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就是 就是 啊 啊 这 这 他 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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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对 是 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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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呦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妍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嗯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啊 白虎 白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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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十米范围者 杀 啊 八明都慌 若真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硝烟 也要赞避风吗 啊 一 啊 啊 啊 误会 血澹机缘就在眼前 错过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量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 对 我们家一起上 还物在这女人身上 追 白虹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再迷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解分 是浪拳 小子 手段挺狠的 居然把这些家伙 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 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道宗 这天魔山不是 实力过强者 不能进出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妍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嗯 哎 啊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 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无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 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那便多谢前辈了 哎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嗯 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哪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虎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嗯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迷阵果然几种 是我 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虎引路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这下好了 剩四个名了 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 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呸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创官即将开始 果然是高看他的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希望没有耽误创官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巧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下子看着挺面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风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 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勤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族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着实际上的蜀巢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 便算通过 啊 蜀巢阴波阵 这 士金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士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器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倒是与士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花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银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是谁啊 怎么 怎么 这是 这些别人 他俩的势力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你没想去是什么 换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好 这银波阵果然极瘦 待会你用斗气堵住双耳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银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耳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银波斗气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哎呀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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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啊 看看看 凤青儿要上了 是 他还记性了 凤雷阁凤青儿 见过金氏前辈 此行离开前 哼 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您问声好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 定去封雷阁一叙 开始吧 嗯 好快的速度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无法施程 这凤青儿恐怕已经将封雷阁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前了 凤青儿 闯关成功 嗯 万剑阁弟子唐鹰 拜见金氏老前辈 嗯 来吧 四方阁果然名无虚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州拥有着非凡的地位 真实力不俗 你真实力不俗 сделал 跌宾 凤青儿 交红人 IT 51 排挤 乏 马衡 暗属性窦情果然诡异 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窦黄巅峰 还有强盛不少 闯关成功 下一位 新允阁穆青轮 见过近世前辈 青鸾小姐 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你的家族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尊者 他竟然是封尊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 得来全部费功夫 银波斗机 居然这般轻松 是 倒是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硝烟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晚辈硝烟 纳兰燕燃 见过近世前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废天都没能成功勤注的硝烟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 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氏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银波的攻击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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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